呃,我们现在要讲的是Return on investment,ROI ROI呢,我们就,你想象成它是percentage的概念 就是说它是分子除以分母,然后再乘以100% 所以这个是100% 我的分子是什么东西呢?我的分子是赚的 所以你的return of investment呢,你可以想 它是percentage of profit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initial investment呢,就是它原本的那个本钱 原本的本钱,ok 所以在这一边呢,它3000unit,2块钱 所以它的本钱是什么呢?它的本钱是3000乘以2 所以它的本钱其实是6000 然后过后呢,它得到5%的dividend dividend呢,这个是利息的另一种讲法 如果我们再存钱的话呢,它的利息我们叫interest 然后我们买股票,买unit trust的情况之下 它的利息呢,我们叫做dividend 然后它得到5%的dividend的情况之下呢 6000块的5% ok,所以我们的6000 我们现在就可以算dividend dividend呢,就是6000块再乘以5% 5%其实是0.05 所以6000乘以0.05的情况,它其实是RM300 然后接着呢,它用2块2来卖出去 它用2块2来卖出去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我的这个卖价呢 其实会是2块2再乘以3000unit 然后2块2乘以3000unit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2.2乘3000 然后我拿到的其实是6600 所以我有6600块是我赚的 是我的那个卖价 所以在这边呢,我通过买跟卖的差价 就是说我的卖价在减掉我的买价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它capital gain 就是说我通过卖价来减掉买价 赚的钱叫capital gain 所以我的6600在减掉6000的时候 它会剩下600 ok,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赚的部分分子的部分是赚的部分 赚的部分呢 它是通过那个dividend 在这个case dividend再加上capital gain 所以我总共赚了多少钱? 我总共赚的钱呢 其实是300加600等于900 我本钱是6000 所以我的那个ROI呢 会是等于900除以6000再乘以100 所以我拿到的是15% 所以我拿到的是15% 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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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339 21252 是15% 所以反正是15% 所以在 在这一边 它的那一边 它的那个 Bertend of investment呢 它是从那一个dividend 就是利息 和capital gain 买价和卖价的差价那一边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Ex.11 所以 No.11 这一种题目呢 它就是买物质 然后再卖物质 OK 它买的一间那个店屋 是600千 然后 所以这一个600千呢 是我的本钱 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本钱 所以你看我的ROI的一开始的 这个是我的本钱 所以这个呢 是我的那个 分母的部分 要写这个 你记着这个 所以它10%的 那个 头期 6万 是它给出去的 然后 过后呢 它在2017年的时候 没有 在2026年的时候 它以 1.3M把它卖出去 然后 它还欠银行486千 然后 它 已经给了银行 这么多钱 然后 它在卖物质的时候呢 它要给 历史费 然后它要给 Stamp Duty 然后它还要给Agent 的Commission so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 那个 cost来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说 它总共 得到了 200千 OK 就是说 2017年到 2026年的租金 它拿到的 200千 OK 20万 然后它现在叫你算ROI OK 我们要算ROI的时候呢 我们要算它 赚多少钱的时候呢 你就看 OK 我的卖价是这样多 然后 然后 我还欠银行486 银行一定是先 拿掉它的钱 然后 60千 是我的那个本钱 我真正出出去了 然后 接下来呢 呃 我还要 剪掉 这个 律师费 Stamp Duty agent fees 还有 我已经给了银行这么多钱 所以我通过卖价来减掉所有我出过的钱 OK 就是这一个 再剪掉 这个 再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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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剪掉这6个东西 123456 这个是我的capital gain 256000 所以我的那个total return呢 就是说我总共赚多少钱呢 就是这一边200千 再加256千 然后加上来是456千 然后它本钱是600千 然后再乘100% 所以它的roi是76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跟上一题它的那个 呃 题目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它少了一些东西 然后它的做法 呃 课本它不同意的做法 它这个做法跟上一题的做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跟着同意的一种方式来做 OK 他买了一千物质300千 所以这个是在我的roi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以后我的roi会是等于我的分母 这一边是300千 然后再乘以100% OK 所以这个我空着先 OK 但是我记得我的分母一定是我买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价钱 10%的down payment 30千 这个是我已经给的 然后它希望20年后它有那个赚30% OK 它卖600千 所以这个是我的卖价 OK OK 然后它 呃 已经给了银行475千 然后 它的 Render 这个是我的租金也是我赚的钱 是60千 然后 呃 它已经没有欠银行钱了 OK 然后 它20年后 它已经没有欠银行钱了 不像上一题 上一题 它还有欠银行钱 然后它卖的时候呢 它给的stamp duty是4千 agent commission是2千 legal cost是4千 所以它问20年后它有没有达到30%的RR OK 首先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Render是6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照刚刚的那种做法 就是说我找我的capital gain 我的capital gain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卖价 600千 OK 600千 再减掉 我已经给了银行475千 然后我再减掉我的头期30千 然后我再减掉这三个东西 4千 再减2千 再减4千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用计算机来算一下 我就有600千 减掉475 0,000 再减掉3,000 再减掉 4千 减掉2千 再减掉4千 所以我拿到的是85千 所以我的capital gain是85千 然后我 Rend 所以我的那一个profit 就是说我的return呢 其实会是60千 再加85千 然后我就有145千 所以是145,000 然后 所以我在这边 我就写它分母是145,000 然后我再除 300千 然后我再乘100 8千 我拿到的是48.33 8千 OK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是48.33 然后它是过过30 只是在这一边 它可能为了省位置 所以它capital gain 它这样挤在一起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概念 然后我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跟上一题的做法 是属于同样的一种做法 好